你当赞颂你至尊主的大名超绝万物 他创造万物并使各物云称 他预定万物并加以引导 他生出牧草 然后使它变成黑色的枯草 它使你能诵读故你不会忘记 除非真主所抑郁你忘记的 他的确知道显著的和隐危的言行 我将使你遵循平易的道路 故你当教诲众人 如果教会有益于他们的话 为主的人将觉悟 革命的人将退避 他将入于大火 然后在火中不死也不活 有教养的人却已成光 他纪念他的主的宗明 而遵守拜公 不然你们却选择今世的生活 其实 后世是更好的 是更长久的 这却是宰在古兰经中的 在在伊布拉辛和蒙撒的经典中的 这个人都没有想法 在伊布拉辛 совершенно 是不安静的 赶紧的 奥